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支2022年来自雄鹿队交易自其是不受保护的首轮签 以及2021、2023、2025、2027四个与篮网队的首轮互换权 哈登在赛季初就曾申请交易 在交易前的最后一场比赛赛后怒喷球队 他的行为引来了许多火箭球迷的不爽 哈登在休斯敦当地开的饭店 在哈登被交易之后得到了大量的差评 诸如跟他一样拉近 休斯敦管理最差的饭店 食品质量就是不够好 哈登近日曾批评火箭球队实力就是不够好 化学反应方面 我觉得厨师没有任何经验 这个饭店很有潜力 但一到表演时刻就拉闸 这个饭店没救了 就是不够好 哈登近日曾批评火箭 已经没救了 就是不够好 根本不值 食物很垃圾 我已经竭尽了全力 现在的情况太疯狂了 我不认为这个情况还有得救 哈登批评火箭的原话 我告诉厨师 把面包做软一些 做得跟他的老板一样软 那样味道可能还正一些 结果还是菜的不行 我27次让去杯 一次都没去上 火箭曾在西部决赛 抢七里连续投丢 那27季三分球 这里的老板 跟放弃他的球队一样 放弃了这个饭店 这个老板 老是来到我桌边 怪他的厨师 没做好 饭吃到一 饭的时候 他换了个厨师 结果没吃完 他又把厨师给碾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能不能 我估计 我们先喝 去 下酒吧 我们先喝 血液 我们先喝